哈哈哈哈哈哈 你確定嗎 我都不用喝了皮耶 是不是喝了皮嗎 嗨 謝謝你收看好總今天瞎談 我是David 嗨 我是柏章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 過特服的世界 Waterford YES 我想童話們應該都不陌生 對Waterford 因為最近他其實在整個威士忌的這一種 算是世界也是 就是好像 因為他們整個的 應該是有一些 那個資訊量他現在慢慢的有在 是 讓衝擊大家的這種 我覺得他的包裝就很吸睛 對啊 對啊 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第一次其實知道他的時候 我去他的網站上面看 我就覺得 哇 好時尚喔 所以我們今天穿得比較時尚一點 我覺得要跟他走精品路線 對啊 精品路線 哇 這個包裝 然後玻璃你看 連上面的蓋子都是玻璃 整個的FU 真的整個的質感 他的網站 上面看起來整個就覺得 哇 很不一樣 那不過我其實在同時間 我就覺得說後來到認識他 那知道他的價格 是 其實他的價格一貫其實是 可能在一般的威士忌看來 你其實可以買到可能 16 18年的這種威士忌 那所以很多人 就威士忌的 我覺得很多的 我身邊一些威士忌的朋友 都有一些覺得 他們都覺得他有一些 我不能認同這樣 也不能說不能 我就不會考慮 因為我太多其他的選擇 那也就是 那所以我一開始 其實我就覺得說 他其實是有一些 他的價值存在的 不過其實我那個時候 其實也沒有完全 真的是搞得懂他 我只有覺得他 試著在做一些新的東西 那很謝謝就是最近 因為我第一次認識他 其實是在新竹的一個 那個時候的威士忌加林華 就是有去 那時候也謝謝歐登大師 讓我們可以去聽他的課 去學習 那後來呢 其實也因為認識歐登大師 就是我們不久之前邀他來 我們台南的空間來介紹 那一次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必須承認 我就整個人 深深的掃米 啊 中毒很深 我就覺得他整個的 我覺得我才真的比較了解 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因為後來 這個酒廠真的很特別 是他的資訊量真的是 我其實一直在想 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一支酒的資訊量 其實在網站上 就常常比人家 一整個酒廠都還要多了 是 那個資訊量是多到說 其實是 不限有的酒 我們在介紹 其實我們找不太多資料 只能講一些什麼酒桶 他是恐怖到就是說 他發酵多久的時間 然後這個大麥是什麼時候 它是什麼時候種的 什麼時候起來的 然後他什麼時候到我們 就是這個資訊量其實是 非常的細膚 他恐怖到你看的土 都給你切剖面土 讓你看它是什麼土種的 然後你甚至 在做他的生產履歷 比生產履歷還要跟那個 你甚至可以聽到 他這個農場的聲音 所以就是說我就覺得 這整個之前 我就做了很多的資料的收集 那其實也希望好好的介紹 那所以我覺得也謝謝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也要特別謝謝 歐登大師 威士忌飯的這個歐登大師 他也是我們台灣 中國的這個代理商 他其實就是把提供這五支酒 讓我們可以來介紹的 謝謝他 因為這五支酒買下去 也是一筆錢 所以歐登謝謝你 那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也其實也放了一兩週 我其實這段時間花了很多 他們甚至Podcast都有做 那我這些我都有去聽 然後我去了解 太用心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做報告 David也是故事控的 對 我覺得好 就是那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好 我就先 不過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請教博章一個問題 然後 你覺得紅酒是一個農業產品 還是一個工業產品 我覺得以紅酒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是 應該是屬於農業的產品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強調的是葡萄 OK 葡萄的這個 這一個種植 或者說莊園啦 或者酒莊這種 對 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農業性質 葡萄嗎 對 它強調的是這種 葡萄的 對啊 可是它這種年份 這種都是葡萄的年份 我覺得它會強調 它的原料 那一點的氣候啦 對 狀況影響到品質啦 真的真的 那有在喝紅酒的朋友都知道說 比如說紅酒老的 比如說 布爾多產區啦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Vorgonde 就是我們說那個 Burgundy的這個產區 就是這些產區其實全部都是有關於說區域 就是講它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接下來 新 我們說新產區 在講的就是葡萄的種類 是 Cabernet Foubignon 然後或者是 什麼 Charbelie 或者是 就在講不同的葡萄的這個種類 嗯哼 那 那那個 嗯 嗯 那威士忌呢 你覺得威士忌是農產品 還是工業產品 我覺得 它應該是用來喝的產品 謝謝你 哈哈哈哈 因為我覺得它 這個很偽渣的答案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還好 它不是拿來清潔的用品 它是香水 雖然它也是有消毒功能 哈哈 就是 是 我應該是覺得說 它如果以前的話 它應該屬於也是農業產品 農業產品 對 那我覺得現在它比較屬於 比較商業行為的 工業性的 為什麼你覺得它現在工業了 哪些點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把 有些東西都標準化了 對 標準化做得非常好 對 很多東西 它已經把它一個 在一個製程上面做一些 很多的標準 對 的確你說標準化很有趣 就是說你看 比如說 我們講的這個40% 的這個酒精成分 或者是說調色 或者是說冷淋過濾 其實這三些事情都是為了 標準化 確定說你的威士忌 那也都是好的 對 因為40%也是代表說 你酒精一定要做到這個成分 才能稱呼它是威士忌 那我覺得顏色也是 因為你要是每一次買 顏色不同 你也會覺得 不過自然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 你一樣的酒 放在一樣的酒桶 它其實就是會 顏色不會就變成這樣 那酒精成分 更不會適宜 真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那冷淋過濾 是因為你不是冷淋過濾的話 它放在酒杯倒出來 酒了就幹嘛惹惹惹了 所以它為了要標準化 這件事情 其實它就是做了這件事 不過你們發現威士忌的一些愛好者 都不能耐吃它 他們都在尋找 為什麼會包桶 圓桶 他們喝到最後都變成很刁鑽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 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在喝威士忌 我們也是在追求 那一個更回到Original的 其實不是講到工業化的這個東西 不過的確像你說的 它從 像我一開始接觸Waterfall 我就覺得它在找威士忌的未來的可能性 不過我越來越覺得說 其實我這樣講不太對 因為威士忌一開始 像你說的 它是一個農業產品 原本的樣子 對啊 我們都知道為什麼會有威士忌蒸 蒸餾就是因為農夫們他們其實就是賣不完 用不完的這些大賣 他們把它蒸餾成酒可以來保存 或是用更好的價格賣掉 交換這樣 也是為了要保存這個東西 那所以他們把它變成蒸餾成酒 所以它其實就是開一農場 然後 蒸餾 然後就叫單桶 所以它Original是這樣子 只是後來就是 那當然酒廠我覺得他們工業化之後 他們就開始講工業 它的確都很棒 玩起的花樣 對 然後酒桶 然後包裝 其實這都是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今天在講的 所有都在講酒廠的工業 像我們之前都在介紹酒汁 然後它是用什麼桶 後面先用什麼桶 然後才去裝罐 那我們其實很少去講麥芽的味道 麥芽是什麼味道 好像甚至有一些人說 麥芽是沒有味道的 因為麥芽就只是來做酒精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用 那不過 我說真的 我今天用別的東西來做 它就不能是威士忌了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就變成Tequila了啊 它是威士忌 就是說它可能就變成 就是說或者是說 不威士忌 可是你不要想說我剛才也喝了 現在就這樣子 就是說它必須要是大麥 不過同時間我們又不太去看動這個東西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說Waterford它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也可以說它是在找威士忌的未來的趨勢我覺得 因為你看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追求單一桶其實都在回到這個 我也想到說咖啡這件事情 你看咖啡 很多很喜歡喝咖啡的人他其實不只是追求什麼豆他現在都追求單一不是什麼水洗還是日曬 他還追求它是不是哪一個莊園的要喝單一莊園的 它會有那個Sense 那為什麼要喝單一莊園 它就是咖啡就是咖啡幹嘛管了什麼單一莊園 煮了那麼烘了都不一樣嗎 就是有差嘛 對 或是就算沒有差心裡面覺得也是有差 他們要求那個檔次就是要到位 對 他們也是有檔次啦 對 那不過Waterford他們就是他們在我覺得他們在試著證明的一件事 他們就像你看每一款它上面不是只是愛爾蘭的單一賣 Irish Single Mall之外 它還說它是Irish的Single Farm Origin 就是單一農場的來源的這個大賣的單一賣 哇非常的古摸 非常 對那當然他們也在證明一件事 我們這麼做絕對不是為了行銷售吧 我們其實要告訴你說 這些每一個農場因為它的這個風土 因為它的這個地理 因為它的氣候都會影響到 每個環節 對大賣 那大賣就會影響到它的風味 他們講這個東西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試著來證明這些事情 他們是把它回歸到原始 那又來做這個實驗是 每一樣不同的東西都做一批酒來做測試 所以他其實就是說 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合作四十幾個農場 到現在他們有九十個農場 所以他就是在九十個農場 太恐怖了 他收了這個大賣 進去他們的這個大賣的這個倉庫的時候 其實他們叫這個 他們叫他教堂 為什麼他就一格一格 就像你去教堂裡面 你自己的座位 每一家的每一個農場 大賣都是分開放的 不是全部都混在一起的 分開放的 分開放 然後他們就去蒸餾 那他們就是用 就是說他們 我相信就是用一樣的方式 然後放酒桶 他們的酒桶的管理 就是說 然後呢去做這個實驗去看它的風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值 你看每一個人的狀況 所以他們就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老實說 Mark Rainier就是 Wonderful的經營者的老闆 等一下我講他的故事 他就有講說 其實 Wonderful他是要做 透過這個酒廠做 全世界有史以來 風味最多層次 最有 就是最多豐富的風味的 單一賣威士忌 太瘋狂了 不過他說要調和 所以現在呢 他其實目前做的是說 把它都分開了 所以我覺得你目前喝Wonderful 其實 是在喝 就是你是跟他一起在 做這個實驗 因為你喝的都是單一農場 所以你可以去喝不同的味道 也可以來用他們的酒來自己 搭搭 你可以自己調和 所以我覺得我們改天再來拍一集 Part 2就是 我們來講每一個農場 你再來 因為每一個農場的資料 讓我們真的是講不完 再來做博爾章 再來做一些調和的版本 我們說這個是 首席 就是好總監首席調酒師 來為大家做的實驗 好總監實驗室 對 所以他每一隻其實 單一都可以去品嘗 那我們等一下來忙 不過 同時間你其實也是可以 有這些原料 你可以自己去做 首席調酒師 你自己的首席 去搭配這樣 所以我覺得Waterport 應該來做一些 就是大家怎麼樣去配的一些比例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玩 對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品酒 應該可以來玩 對 好有趣 對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我剛才講到說 Mark Rainier的這個老闆 那Oden他都形容 這個Mark 他真的是很瘋狂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的確 他去做這件事情很瘋狂 不過我其實 越看他的資料 越了解他的這個人 然後聽他的podcast 聽他講話 我覺得他不只是瘋狂 的確很瘋狂 不過我覺得他這也是一個高手 他真的是一個很高手 為什麼 這個產業 跟他之前在布萊迪 他整個的經營 後來賣給人頭馬 然後我們都知道 他賣給人頭馬之後 他就再來做Waterport 我就講一下這個故事 在Mark 他就說他們家 是第三代的這個 紅酒的進口商 那在80年代的時候 他其實是在他的 爸爸的公司上 那不過呢 不幸在1982年那一年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經濟 也是有一點小條 所以呢 他爸爸就不得 把他們的這個 事業把他賣掉 結束掉 那他覺得有點可惜 把他就結束掉 那不過呢 也是因為這樣 他在85年結束 然後85年就自己成立了 紅酒的這一種進出口 他也開始做了一件事情 那他就有講到說 那個時候其實他有發現到 紅酒再經歷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 第二次世界戰結束之後 其實有很多新的一些 農法的科技 那大部分就在農業改良 怎麼樣讓他可以就是 就是產更多 每一年就收割更多次 那當然是以經濟的角度來講 他有提升 其實也是在農業被供應 老實說 就 那他說經歷了這個過程 那他有發現說 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完之後 也不能怪大家 因為歐洲有很多國家 都打完仗很貧窮 也不是可以去投資 他說也不得已 就變成 不過一直到巴頂那裡 會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也因為這個樣子 去消費那些土地 其實整個的環境 其實歐洲的這些老產地的狀況 其實他說不是很好的 那反正是新產區 他們的一些新的思維 他們因為你知道新產區 都會想說用舊的方式 去說我是有這個研究 他們反而回來 把一些 概念再回來幫助這些老產區 歐洲 去做這些改良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有看到一些 新的一些他們怎麼樣再讓土地 能夠再讓他再有生命 我們都不是說要做有機資 你需要再活化那個土 要養那個土地 你要說轉換時期嘛 就是我們就買有機 都是有機轉換時期這樣子 那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經歷這件事情 那同時間他也感覺到說 其實威士忌啊 他覺得也有感覺到 這樣一個狀況 只不過威士忌離他太遠了 不過這個想法 一直在他的腦袋裡面這樣 不過他那個時候 其實也是因為他是蘇格蘭人 所以他一半是蘇格蘭人 所以他那個時候其實也是 就是說有做一個這個 威士忌的這個裝酒廠 叫Moray McDavid 他只是紀念他的這個爺爺 然後呢就是說 來來來做這樣一個 那今天這個Moray McDavid 其實他們還有繼續在做啦 這樣子 那都是從80年 他開始算是也是 主要還是做紅酒 那有一次呢 他在參加一個活動的時候 就是說他贏了一罐威士忌 然後那些人就給他倒一些 我就是稀有的東西 他就喝了一杯 單一桶的布萊姵 他說哇這個酒廠的酒 這麼好啊 那後來他還知道說 這個酒廠其實已經關閉了 所以他心中就說 這個酒這麼好 我應該來實現我那些 做點什麼事情這樣子 不過呢 人家都一直不理他 是 他說他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大概十年的時間 還有毅力 一直到後來 你知道蘇格蘭的酒廠 都是這樣大家大集團 這樣交換來交換去 買來買去 然後呢 後來一直到這個 布萊迪這個酒廠 到了美國人軍兵的手上 他覺得美國人比較沒有那種情感 也許機會來了 所以他就是 那個時候他就是寫這話 寫信給這個 那個軍兵 那軍兵就跟他講說 好啦要是你今天募得到錢 我們就賣給你了 所以2000年呢 他就用了500多萬英鎊 不是5英鎊 500多萬英鎊 剛才講錯 就把這個酒廠就買了下來 那所以我們都知道 接下來布萊迪的歷史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布萊迪其實 就是說做了很多的這一種 就是也算是威士忌的行業 非常比如說 他們也是有做 比如說 那個艾雷島的大賣 那開始有去做 就是說 大賣是從哪裡來的 那還有就是他們的酒桶的一些管理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這個 所以比如說 他們家的這一種酒 都是標準款 我記得那個 布萊迪的品牌大使 就是那個 Rex 他也是講得很好 何志安 他來講 他就說 一般你們在追求 比如說不調色啊 然後呢就是 接近原筒的酒精的成分 還有就是不冷靜過濾 他說你們在追求這些東西 在我們布萊迪就是基本 基本就是這樣子 基本款就是這樣子 他就想他們規格其實就已經 布萊迪其實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那他經營了12年 後來呢 人頭馬用了超過十倍的價格 就是那個 五千多萬 那個英鎊去買了 那個布萊迪 那那個時候其實 我是後來才 就是聽一個Podcast 美國的一個Podcast 才知道說 其實Marg Rainier 他沒有很想賣 因為他覺得還是有一些 未完成的一些實驗 在心裡 不過 古多門都想賣了 他那時候投票沒辦法 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就只好賣掉 那那個 不過你知道威士忌 這件事情常發生 像那個Billy Walker 之前也是有幾個酒廠 後來也是不得已賣掉 他就去買新的酒廠 那一個熱血還是存在 對那個熱血 所以他就來做了Waterfall 那為什麼會Waterfall 這個其實有一個故事 因為Marg 他有講說 他講一段故事 我覺得 我其實聽到一些經營者 我覺得有那一個經營者的思維 他就說 他跟他兒子說 有的時候你的生命裡面 其實你去敲一些門 有的門會打開 他請問比如說 買Gembe 敲了十年 門終於開了 他門開你就會覺得 突然開了 你就覺得到底要不要走過去 你走過去 所以你知道一定有風險 一定有一些冒險 一定有一些未知 不過你也知道 其實你走過去之後 你的人生就再也不一樣 他會帶你到一個新的一個房間 新的一個門檻 一個一個一個新的一個境界 所以那個時候他覺得說 當然布萊迪他進去了 他為什麼會到Waterfall 他覺得這個緣分 我也覺得這個緣分 真的是太妙了 因為他買布萊迪的時候 在2000年買布萊迪 布萊迪是1880 蓋了一個酒廠 那時候他們沒有錢去 因為買了已經 錢都湊一湊了 沒有再多錢再去做一些 什麼現代化的事 所以布萊迪說 我們的這種 我們的製程是最傳統的 其實 這個當然一部分少 另外一部分就是沒錢 所以就是 就只好用 古色古香的 傳統的方式 那不過他傳統 雖然很久沒有用 他確定這些設備 是可以運作的 所以他找了一個 也是60年代 就在布萊迪工作的 一個老工程師 來做Duncan 來回來做他的首席工程師 再讓布萊迪酒廠 可以再運作起來 那Mark他記得 Duncan跟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 你知道嗎 我從以前到現在 最好的 看過最好的麥亞 就來自於艾爾南 艾爾南一個叫做 Waterford的港口 那所以他說 他就記得 他就記得 這個是一個專家跟我講重點 所以你聽一下話 你要記得 要先要記下來 有一些高手在跟你講 他就記下來 他就 原來是這樣 他就沒有想太多 不過後來 你知道 這個酒廠在Waterford嗎 那你知道 為什麼這個酒廠在Waterford嗎 其實也不是 因為這件事情是決定的 是 因為我們知道 蒂雅吉歐他們有在做啤酒 Gennes啤酒 就是非常艾爾蘭的一個啤酒 那蒂雅吉歐就為了 Gennes啤酒 在2004年 在Waterford這個小鎮 它是一個港口的小鎮 在艾爾蘭的這個 比較南邊 他就蓋了一個 非常先進的啤酒廠來做Gennes啤酒 那那個地方本來就有一個老的酒廠 不過他們就在旁邊蓋了一個 非常先進的一個酒廠這樣子 那運作非常快的這樣子 那他們花了4000萬歐元去蓋這個酒廠 不過在2013年呢 因為他們就是整個企業的這種整頓 他們把他們的這種就是大集團長 把他們的生產集中了合併了 他們就搬到St. James 另外一個地方去做生產 所以這個酒廠突然就沒有用了 沒有用了 為了省成本 為了未來追求更高的效率出關了 用了9年 那當然就好像那時候 我記得是20幾個人就失業了 因為酒廠的人就不逃了 那Mark那個時候他過了一年 他就看到這個 所以你知道嗎 人家4000萬蓋了 他用720萬 他機會又來了 買了 對 你看他是買便宜賣貴 那人家貴他用便宜買 他就買了這個非常鮮的啤酒廠 那為什麼要買啤酒廠 因為同學們應該都知道說 其實做威士忌的前段就是 蒸餾就是 蒸餾錢就是 釀製到就是啤酒 所以就是啤酒發酵完之後 再去蒸餾就是威士忌了 所以他就買到錢半段 這樣 那Mark都形容說這個 Water不是這個酒廠 我記得他在影片裡面他說 這個酒廠 他其實不像一般威士忌廠 講到什麼歷史什麼青年 他說其實他就是一個工具 他說他英文形容 他是一個facilitator facilitator算是說一個協助者 一個助手來協助 他是一個工具 為什麼呢 他說讓麥芽可以講話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酒廠 他形容他是f1賽車 為什麼f1賽車就是 因為這個酒廠 叫基亞吉他他們做 會很大產的很快 所以他整個非常先進 電腦的控制是整個控管的 非常好的 那所以他可以跑很快 因為產量很高 噓 所以很多資訊 所以你要是去這個Waterford酒廠 你會發現他做啤酒的這一段 前面段其實是很工業的 不像一般酒廠在發酵 威士忌放在很大的木桶 在裡面發酵 他全部都是不鏽鋼 所以Mark他說 這個是一個不鏽鋼 充滿不鏽鋼的地方 就是一桶 而且很大的工業桶 不是開放式的 全部都是管 全部都是自動化的 全部都是自動化的 所以他們後來有說 Waterford這個酒廠 都是自動化的 只有在決定酒精把它轉過來 開始擠酒的那個手把 是手工的 其實他都是自動化 好辛苦喔 對阿 好辛苦這個酒 對阿 好辛苦 是的 那所以就整個都是非常現代化 不過他說我們這個F1賽車 不過我們把他跑得非常的慢 那所以呢 所以Mark他想要形容這個Waterford酒廠 就是說是一個F1賽車 他可以跑得很快 不過呢 他們都把他當作老爺車 他可以把他跑得很慢 發酵時間長 然後呢 為了要去 能夠去把每一個細節 因為他 你時間拉長 你的發酵的風味 就可以把更多的味道擠出來 不過呢 雖然是你放慢了 不過你的 他說他其實就是 一開始他買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 因為這個酒廠 控管非常的細 所以你的整個掌握度 是非常的高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你的數據的這種收集 是比一般 比較像威士忌 比較傳統的這種發酵方式 來得更精準 更多的數據回來 讓他們可以去控管 可以去了解 到底這個過程 發生了什麼事 那所以呢 你要是去 有聽過Waterford的這種 一些介紹 像歐登大致介紹過 他們的這個品牌 他們都 你都會看到說 他們一直在講說 他們這個麥芽的這個磨 這個機器 這個HydroMail 它在水裡面 溫水裡面磨的 它可以磨得更細 然後呢 這個麥芽的磨也因為 它在水裡面磨 是有溫度的 所以不會一下子 把那個風味給留得比較多 就是它整個磨的方式 然後後來呢 它磨完了之後 還會經過一個 好像二十幾道的過濾器 一道一道這樣過濾 我們影片裡面 一道一道那個過濾器這樣起來 把那個味道 就是把它擠過去這樣 那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那所以這個整個過程 其實只有 Waterford這個威斯基礎 有這個設備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設備其實 一般都是拿來做啤酒 他們有更 而且是很大產量的啤酒 才有這麼有高效率的這種設備 所以它才會形容 這個酒廠是一個F1賽車 然後他說這個酒出來完之後 他們的酒桶管理 他們也是說 因為布萊迪本來酒桶管理 就都做得很好的 所以他們一樣的這個思維 把它帶過來 他說他們的成本 然後他們的製造成本三成 花在買酒桶 他說這個在威斯基產業上是很高的 對 那他的一般的 他說他們的這個酒 大部分他的酒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做法 然後這個思維是說 大概有一半呢 會放在美國新的這種酒桶 那他為什麼叫美國威斯基酒桶 是因為很多我看都是捷克丹尼 那他們在講他們的酒桶 像我說每一支酒 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資料 你都可以不只是知道 它是什麼桶 你可以知道它是什麼 酒廠的酒桶 他不是寫美國桶 他是寫捷克丹尼 這個酒桶來自於捷克丹尼 用過的桶 他一半的這個酒桶 都是來自於美國的 裝過美國威斯基的這個酒桶 他去愛爾蘭第一次使用 Crispill 那有兩成呢 就是這一種新的美國桶 就是從來沒有裝過威斯基 全新的處女桶 Version 10這樣子 然後呢 有15% 是這個高級的法國紅酒桶 紅白酒桶 然後呢 有另外剩下的15% 是我們說加強酒 就是波特啦 雪莉酒啦 這一些 加強這個紅酒的酒桶 那也跟布萊迪一樣 就是不用洋桶的酒桶 都是用真的有裝過雪莉酒桶 而且都是好的這些酒磚的這些酒桶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 所以他就是 經過他這個F1賽車的這個發酵 跟針針針針完之後 放進去這些好的酒桶 然後就等著食鹽 然後呢 其實他每一罐酒很特別 那因為他其實每一個農場都有他的介紹 那你去看那個 就是Waterford的官網 你會發現說 他們其實雖然我剛才花了一些時間 介紹酒場 因為我相信同學們也會有興趣 不過其實你要是去看這個公司的介紹 你會發現他大部分 大概一半以上的這個介紹 然後都在講這些農夫 我一開始看到那個農夫 就說我們家的農場 我們家已經啟代啦 就這樣開玩笑 就是跟他們的 他們有請一位就是說 唯一的一個酒餐的請一位 首席農業師吧 一個滿美的一個 很有氣質的一個女生叫Grace 做他們的這個 就是首席的 那個就是農業的這種顧問 大使 大使這樣 然後他就是專門去跟這些農夫溝通 然後就一起跟他們聊天 然後你會看他在他們的農場走一走 然後開一些玩笑 然後會去他們的家 會跟他們的小孩互動 那會看到有一些是比較現代的農夫 有一些他們說 我們家已經第十幾代都在種 有些是很有朋友 然後住在那種像城堡裡面的這種房子裡面 就是不同類型的農夫都有 因為他們之前有四十五個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現在已經有到九十個合作的農場 然後他就定期會去跟他們看 然後會去教他們怎麼種 會給他們很多 比如說怎麼樣 比如說他也有在 這個要下一集再講 他們也有在研究 就是紅酒在做這種自然動力法 Bio dynamic 就是怎麼樣去讓這個土 它自己可以就是循環這樣 我們說循環金沙是循環大地 這樣子的一個 Bio dynamic 他們把這些know how 要幫助這些農夫們來種 他們想要的賣藥 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一開始都覺得說 這個就是行銷 後來我才在看得懂說 其實我覺得他們重視的 其實不是在九首那一頓 而是在前面這一頓 去了解說到底 先去了解這些人 他們種的 源頭 對 源頭 那這些原料怎麼影響到威士忌的風味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在做這個實驗室 而且我問人說為什麼你今天 你有九十個合作的這種農場 為什麼你是沒有出九十支 他說因為太多了 所以他現在目前出的都是比較是 區域性比較獨特的 讓你可以感覺到就是在風味上有一些 特別的 對 比較特別 就是不是都是類似的 他就選一些比較代表性 來讓你大概可以去看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忙 因為今天的時間 我覺得大家已經睡著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下一次可能 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有機會再來拍Part2的時候 就是我們來介紹每一個農場 然後呢 再請我們的首席調酒師博章 來做我們好總監的這個版本 會怎麼樣去調這個 就是Waterford 好像很好玩 在他們還沒有出之前 我們先出山菜版的 然後呢 就是我覺得你拿他的酒起來 就看他是玻璃的 你看這個質感真的是 非常的有感覺 你喝完其實拿來裝水很帥 然後呢其實那個Waterford的酒 很特別是每一支酒的後面 你看都有一個密碼 OK 那你這個密碼 你去網站上面 你輸入算是產地的這種 身份證 你輸入之後你就會看到一頁非常非常詳細 我每次去看其實都看到很累 就是沒有看完 因為資料量實在太大了 比如說從他的 他誇張的時候有影片啦 有切剖面啦 有告訴你在地圖上他在哪裡啦 然後玩之後有告訴你他做幾罐啦 他裝了哪些桶 這些桶的比例啦 然後呢 他甚至還有就是讓你可以有錄音 可以去聽到那個農場的聲音 好感人 好感人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很Over 就是非常的 太瘋狂了 所以就是說這每一個其實都有他自己的一個 產地的故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先講到這邊 我們先來幫你 OK 好不好 OK 那就請 我們的就是接下來交給熟悉了 我現在要休息嗎 現在會你講 我們以後都 沒有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辛苦了辛苦了 喝杯子喝杯子 謝謝謝謝謝謝 好第一杯開始 其實我 所以他們都是三年到四年 目前喔 因為 是甚麼原因 為甚麼原因三四年嗎 因為我是想說 在那個地方 他們 當然他們 這是 這是規定嘛 再來就是說 他們在那邊的 氣候 對 氣候三四年就可以完成 OK 其實就是說 謝謝你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當然要三年才就是威斯基 那 蘇格蘭是這樣 我不知道艾爾蘭是不是這個樣子 是 那當然這個酒場2015年才敢 OK 那才開始做 開始跑 那現在2016年 所以也才六年 所以你看他一開始實驗 所以就是說 一開始的 最新繼續裝桶的可能是 2016年那時候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那到底是不是已經ready了 所以有一些人會說 不ready 因為他們就覺得 什麼三年的威斯基 誰都要賣這種價格小 不過有一些人 像最近 我覺得最近 林一峰老師 對啊 同學們就是林一峰老師 最近在盤的這個 尋找你的十二師徒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非常的棒 想要各位想要認識威斯基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 增合了林一峰老師 我有一本的送給 就是他接觸威斯基 三十幾年的這個經驗 其實他這本真的是帶你入門的 那一開始他就有講說 其實不要被年份這個迷失 因為他說你是年份 我們也都知道在台灣的年份 我們說葛瑪蘭 就這麼熱 跟在蘇格蘭很冷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一件事 那當然你還要看你的酒桶 跟你的流程 跟你放在哪裡 所以呢 有一些人他們就說 Waterford的酒 雖然是 我們都說三四年 不過喝起來就是 不止三四年 不會讓你覺得 不會讓你覺得有這一種 那當然有人 就是那麼年輕就是那麼的猛 那我覺得 每個人的感官不同 不過我覺得 就是你先喝喝看 那我想我想我講的再多之前 我想聽你對他的看法 就純粹不要是 因為盲癮嘛 就不要再跟你講資訊 先聽你的看法 不要影響你的感官 你聞到什麼 那他們也都是做 當然不會調色 不會冷凝過濾 然後呢 都是做 也是跟布萊迪一樣做50% 所以他都 全部都是50% 也是基本款就是做50%這樣子 這個也是他們從布萊迪 就養人的習慣改不了 一聞就那個 那個 嗆劲就 嗆劲就出來了 蠻強烈的 對 很有力道 很有力道 他有一個 他這一支的花香還蠻 蠻明顯的 嗯 蠻明顯的 他也涼涼的 對涼涼的 我覺得有一種聞到一種草原的感覺 對對對 有一點Dry的這種感覺 對 有一點 嗯 好像有點薄荷那種 對 花草 那種那種那種 因為Oden來那一天你不再廢 你其實還沒喝過Waterfall 對我還沒喝過 第一口Waterfall我想看你的 我先不喝我想看你的 哈哈 我喝一口 好喝一口 麻煩了 開心你喝到了 嗯 WOW 這隻好喝的 好喝喔為什麼 我覺得前面他 他甜 一入口給你一點甜甜辣辣的 對 那 中間帶有一點這樣子 微微的那種 薰味一點點跑出來 那後面他 他現在是有一點牛奶糖的 對 那種厚實 在舌頭上面 他其實不會很Dry 但是他是會厚實的有一種好像 那種焦糖包覆在舌頭上面 對 你吃到焦糖我吃到巧克力到最後的時候 對對對 那就是那種那個風味 就是我覺得 滿豐富的 對 滿豐富的對不對 不過在之前有草本的味道 對對對 你有沒有看到整個的這個過程 其實Waterfall很厲害的一個點就是 他整個過程你有沒有覺得那個味道是很飽滿的 嗯 然後他整個是很流暢的 對 在交代他整體 他不會喝起來這種 就是會覺得好像分不出那種層次感 對 我覺得他這個層次感很棒 對 好啦 就這樣 你確定嗎 不用喝了嗎 就確定 先入圍著 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上的還是有這個優點了 就後面就 錄取了 錄取了 太棒了 好 好 所以面試記得 第一個先上 對啊 我先上了 後面就不用來了 我今天下午再一口口面試 真的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就是第二個都還沒有來 那個老北京的第一個說你可以來上 那第二個還要面試嗎 這樣子 還第二杯 啊 好 欸 聞到什麼 你有沒有聞到 你有沒有聞到那個 牛奶糖的味道 這個 這個 這真的是深湧牛奶糖啊 會是我喜歡的味道 對啊 我必須講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剛才有一點技術問題 所以這個酒其實都醒了 可能快一個小時了 對 那個牛奶糖的味道 哇 好迷人喔 這一隻聞好甜 對啊 So sweet 來喝喝看 看它是不是一樣 跟你聞起來一樣那麼甜 欸這隻很好喝 欸 欸 欸這隻好喝欸 錄取了 錄取了 慘了齁 每一個都錄取怎麼辦 好像你都沒有水準很低欸 水準很低嗎 學生都太優秀了 今天都太優秀了 每個都錄取了這樣子 今天的那個標準 你確定你是覺得真的好 還是我剛才的那些故事已經把你洗腦了 你也被你中毒了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先不談故事 我覺得就單純談 酒的樣子 對 它給我的一些 感受 Q啦 對 我覺得它 這兩隻層次不太一樣 對 不一樣對不對 完全風格是 真的有 獨立出它自己的個性 對 它是 它聞它是一個很 很甜美 就像在吃糖 那種牛奶糖 或者是在 在吃這種 蛋糕的這種 這種這種甜味 那它 它其實喝 它甜也是會有 只是說它後面 帶帶的這個 我覺得它口腔的燻味 我覺得稍微會比較 多一點點 但是它是 它是很很豐富的 又帶有草本那種 那個香氣 我覺得 它整個整個的搭配起來的這個 這個風格 我覺得它是 也是蠻有趣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支 它也算是會 很討喜的一支酒 因為它 它很輕鬆 那它又 它是很 也很清爽的一支酒 對 它也不會拖你帶水跟你 廢話太多 對 我覺得它也算是真的很厲害 對啊 喝不出是 這好像 三四年的 這種 對啊 其實是它的風味真的是 也是 其實它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它 很想要很強力 很憧憬 那種 那種 味覺 對 謝謝你分享的太棒 我想繼續喝酒 對 我覺得蠻厲害的 你講得太棒了 你講得太棒了 我覺得也可能是我剛才講得太好 你已經完全被我洗腦了 對 David他會講故事 我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 我一直在挖根給你 你就一直進去 你覺得太好了 第三支 這支我覺得也是入區 哈哈哈哈哈哈 糟糕了 買不完了 買不完了 人家懷疑有業配了 哈哈哈哈 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什麼顏色 紫色嗎 是不是紫色的 好聞一下 聞一下 這支也好甜喔 真的呢 每一支聞起來都很甜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每一支的味道 不管是聞或是喝 就是那個風味都是很飽滿 對 我覺得他們家就是真的是很飽滿 對 膠帶的非常 對所以他說那個麥芽 真的是都有讓麥芽說話 因為再透過酒桶就是 這個洗禮就是 他整個的那個風味其實是 我覺得是 對 每一支都是很飽滿 哇 其實說實在 如果這樣真的是會想讓人家覺得 他90個農場到底 對 就是 你不會很期待 對我覺得這真的是 會是很好玩的旅程 對 真的是無底洞 真的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很快 因為 他其實為什麼這個 這個 Addition 1.2 就是他是 第一次的這個真六 第二支裝筒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 那第二支裝筒的年紀 就會比第一支裝筒的年紀 更老一點點 是是 所以你其實就是真的是無底洞 你這樣一直買下去 真的是 同一批酒他可以賣你很多次 是是 Addition 1.2啊 1.3啊 1.4啊 一支真六的酒 你就因為 他的收成時間不同 裝罐時間不同 你就一直買下去 像這個 Bano Island 我之前去桃園 就是也有1.1的 那這個是1.2的 那我覺得他這個 甜的後面 有一點點倒油的味道 倒油喔 OK 醬油那個 有耶 有耶 醬油罐 你把你的 就是鼻子放進去聞 對 有 那種發酵 很濃郁的發酵的味道 一開始聞起來比較像是 有一點Dry的 對 比較 好喝這樣 欸 草本的味道 後面滿意 不過也是有甜啦 這支甜跟苦的平衡就比較好 對齁 就是整體的 一直在講這件事 它的苦味是 相對前面兩次是 更多的 比較多的齁 所以我喝到這裡 我想要問你就是 你有沒有已經被說服說 不同的產地的大麥 會影響到酒的味道 我相信 你相信齁 你已經是幸福了 不用喝了 謝謝你 可以回家了 下課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為了證實這件事情 它的酒桶雖然不一樣 不過它的比例都差不多啦 並不是說是用什麼酒桶的比例去找它的味道 因為它既然要做一個標準食 所以它在風味上面的這一種 我覺得它的用的酒桶其實 你要是往那 除非說那時候還沒有那個酒桶 要不然都是滿平均值的 這個比 但是我覺得它 這三支它的五尾韻 它都有一個 很厚實的這種 焦糖香氣 真的齁 對 對 對 的確 我覺得那種熏熏的 它有點 那種 好像 燒稻草 或是那種 對 那種焦糖 那種 那種牛奶 而且你也沒有覺得它的尾韻 其實像我們在講話一直尾韻 它的尾韻完全不像一般三四年久的尾韻 對啊 真的 非常的長 它現在其實都還一直在 都還一直在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不能夠一般你在 就是接觸威士忌的思維來接觸它 要不然你避解一下Berry 對 不過我覺得要是你能夠用不同的觀點 來接觸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真的 真的值得嘗試給你 對啊 說真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它 就擺起來也好看 對 那真的喝起來它是有底韻的 它不是那種 好像 好像 讓你覺得喝起來好像 不會有 那種感受 對 我是真的覺得它是真的有 對 有用心在做 而且你不覺得拿它去參加拍攝的人 很有面子嗎 對 那什麼 所以你知道我們禮拜六不是要去高雄 參加紅毛的啤酒會議 但我們還有帶來一句 帶來一句 耶 我想說也盡量有機會去去 好看大家怎麼看它 然後去 就是可能也是被大家罵 這樣 不過我們可能會改變大家的看法 好來 第四支 觸一下口 好 喔 這支的 聞的味道就不太一樣了 嗯 這支我也聞到大海的感覺 鹹 鹹鹹的齁 鹹 先入第一口 嗯 我覺得有點鹹檸檬的那種感覺 喔 你家那種 那種鹹檸檬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點 發酵 嗯 也是有那個發酵味 對 喝喝看 有檸檬的味道 等一下就很草本 不會很甜 很草本 薄荷的味道 後面那是什麼味道啊 很特別我說不出來 我覺得有點羊奶 羊奶的那個 羊奶喔 就是有點新三味 但是它是 有一點乳 OK 乳化的那種 了解 羊奶風味 我沒有辦法有過敏 因為我不敢喝羊奶 OK 相信你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OK 因為我覺得它 它的尾韻它都有一個 它都有一個厚實的 不過這個要是羊奶味 讓我可能也許可以喝喝看羊奶 它是它沒有威斯基的味道 你不要以為羊奶就有 我買的不喜歡就給你喝啦 看來你好像還蠻喜歡喝的這樣子 這樣你會說每個都有羊奶味 OK OK 第五杯 所以就是目前 每一個都入群嗎 目前我 會喜歡比較 前三隻 前三隻 OK 所以第四隻 回去再練一下再來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比較 帶太多鹹味 OK 我了解 目前你的好 你還是比較喜歡 對啊 可能還是會有人喜歡 我覺得它 它的平衡其實也是很好 只是說 就是個人的喜愛程度 就是 前列三隻會比較喜歡 OK preference 好 第五隻 巧克力味好重喔 真的耶 杏仁 巧克力杏仁 對 喔好香喔 這是家鄉牛 這好厲害喔 真的耶 巧克力杏仁 對啊 薄荷巧克力的味道 對啊 喔 巧克力味耶 這加一點牛奶 可以 巧克力牛奶 哈哈哈哈 OK 這樣明天給兒子喝喝看 早餐嘛 但是不用上課了 對啊 好來喝一下 喔很有層次耶 我覺得它的酒 巧克力味耶 聞跟喝很一致 很一致我也要這麼說 真的真的 它其實不會讓你覺得說 是兩個東西 它很一致耶 它其實口腔裡面 你聞到的味道 你喝到的就是那一個 對 巧克力味道 巧克力 chocolate 對 這個配巧克力一定很讚 對 那個 上次那個 服員 對對對 對對對 現在不能喝了 現在不能吃 不能吃 出事 對 我不知道你在說那個 嘿 不過不是服員 好啦 這樣 哈哈哈 不過後來其實還是有趣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 還是有員工啊 因為這樣 而且後來就不用拍這個 不用拍什麼 OK 我覺得這支 好喝耶 我覺得 巧克力味真的是very chocolatey 嗯 我覺得這支應該 會有女生 會喜歡 這樣子的風味 對 因為它它堅果的味道很 很濃郁 對啊 對啊 非常好 好啦 做一下總結 你今天選哪一支 就一二三五 這樣蠻困擾的 一忙 二忙 我很喜歡一跟二的味道 一跟二 OK 三也是很nice 對啊 好難選喔 很難選喔 今天調五支真的是 太過分了啦 好啦 好啦都錄取了 都錄取 好困擾喔 OKOKOK 我三杯調一起好了 對啊 對啊 其實我 你們還蠻想知道答案的 真的喔 哪一支是哪一支 等一下我們拿相片 起來看 同好們當然在看都知道了 那 我覺得其實對啊 它的風味每一支真的都是由它的 每一支都其實風味都很飽滿 那都很有經驗 那 其實你已經 我覺得你從喝你就可以 其實看得出這個 紅土的 對 和不同的產區的這個 帶來的風味 所以我很期待Part 2 就是我們來一個一個農場 我再花一些時間跟大家介紹 現在目前有道理 細部的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 來好同號的時間 我覺得上一集啊 拍雲頂其實我可以感覺到 很多同號們其實都有講說 雲頂啊其實就是 現在啊就是 越來越能買啦 越來越貴 齁 那其實就是說 那就是那也有 同號們跟我們講說 哪裡是可以買得到的 那其實我覺得特別我要那個 呃 講一下就是有一位同號啊 他既然 就是說他覺得有一點失望 我們並沒有夜市遊戲 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這個是為阿 這個是 瑞 阿瑞他說 既然沒有夜市遊戲 他很傷心 他覺得夜市遊戲也是 滿意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是 不過我覺得有的時候 那是因為你覺得 你知道你去猜啦 不過像這一集 我覺得我們其實 對他也不是那麼的熟悉 其實 盲癮反而我覺得 就讓我們可以去 有一些額外的一些資訊 對 不過好謝謝 我覺得以後還是為了 OK 大家開心齁 猜一下玩一下夜市遊戲 OK 好 雨天他這個地方 我覺得特別念一下這一段 他說很喜歡結尾的這個談話 隨著年紀的增長 接觸威士忌的知識 越來越能夠體會 我們所總監還有社長 前輩們所說的 就是說每一支酒 它都獨特的美好 獨自細細品嘗時 就像在聽威士忌的故事一樣 年紀的時候喝酒在追求熱鬧 比誰喝得多 或者是誰買貴的酒 而且現在更喜歡是細細品嘗 聆聽那每一口獨一無二的感受 非常棒 我覺得雨天你這個 你這個我覺得 形容的 對 你這個形容 其實我覺得威士忌 它其實的確是 一個這樣子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自己跟酒 酒跟自己的對話 對啊 那還有跟朋友 一起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覺得說 其實有一些人他們 就說 我覺得說喜歡買很貴的酒 然後喜歡送很好的酒 貴的酒 我覺得這個都沒有 沒有對錯 沒有對錯就是一個理 只不過你自己還是可以去決定 你怎麼看待他 要是你決定說25年你才喝得下 那也是 我覺得也是你的自由 當然有很多很棒的25年 不過其實有很棒的三四年 對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幫自己 限定那麼多的門檻 對啊 其實就是它的不同 我覺得 就是 先不要設定標準 就是自己會有更多的樂趣 對啊 那種搜尋 對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是 真的是 很 又能夠跟同好一起互動 對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是能夠有更多 不只是酒給你帶來的樂趣 對 而是更多的連結 不同的玩法 對啊 其實你說到這一點 我就想到我上個禮拜 其實有看 林一峰老師 她在介紹她新書的 她是代版的這個尋找射圖 剛剛有講過 其實我覺得那部影片 我等一下林一峰也放在下面 我覺得林老師在講她 就說怎麼樣去面對威士忌 跟她的一些關鍵 我覺得其實就是這樣子 不要去 真的是 不要去以後 先入為主的觀念 對 然後就是去認識她 那其實你看人家大師都這麼講 對 我講你可以不要聽 不過林一峰老師都這麼說了 所以 真的是給你說得非常的棒 所以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就是Waterfall也會 因為你聽了今天這些故事 其實 不要只是用以前傳統 我們在面對威士忌的方式去看她 我覺得這樣你可能就損失了 認識一個新的可能性的一個機會 那感謝你收看好總監瞎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麻煩你 我們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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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